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可以预算出所有的事情 还吊打他的对手司马仪 但其实小说和正史有许多差别 比如说在历史上的司马仪是位奇才 实力并不比诸葛亮弱 今天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全家玉 做客山童讲坛 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司马仪 全家玉1980年9月生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未进南北朝时 主持项目地域性与南朝政局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2014年12月 专著文武分区地域性经济特征 对东晋南朝政局之影响 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 主编中国中国史集刊第一集 商务印书馆2015年 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来散播 然后给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司马仪这样一个人物 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这样一个人 然后因为前段时间 在各个卫视 然后热播了英国电视剧 我没看过 具体我不清楚 但是那个主角演员 吴秀波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演员的 很明显 这个讲座的其实针对那个电视剧来的 然后有这样一个题目的话就很明显了 但是呢 其实我对于电视剧的话 我是持一个比较开明的态度的 因为非常简单 电视剧它作为文艺作品的话 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历史来看的 因为我们如果硬要把它跟拿历史 来跟电视剧较争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错 不是电视剧的错 还原一个真实的司马懿 其实我们说啊 这样一个话题呢 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 因为原因非常简单 任何一个律师人物 不管他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 不管他是多大的人物 其实他在文献当中 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是非常少的 即使这样一个人啊 那么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啊 那么他也只是在禁书当中啊 留下来一个小小的篇章 禁书宣递记 卷一 事实上啊 文献对于他们的记载呢 基本上更偏重于他们的政治生活 所以呢 对于我们来说 了解一个真实的司马懿 其实是做不到的 因为我们不能够了解 日常生活中的他们 是什么样子啊 所以呢 今天我们说啊 在这个话题的话 我们主要还是来谈一个 政治生活当中的司马懿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可能相对于日常的话 因为我们说文献 是不涉及个人的司马懿的啊 所以到底他是一个 什么样的性格呀 他家庭生活什么样子的啊 我们很难了解到啊 所以我们就 也做不到去了解他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这样一个人啊 我们知道啊 事实上呢 他虽然没有称帝啊 但是他在禁书里面 是作为 宣帝啊 然后入本界的啊 进出卷议啊 所以呢 因为他在建立西境的过程当中啊 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有兴趣的人可能 没有可能了解到啊 因为高平民事变啊 然后他杀掉了 朝卫的执政官 朝索啊 是掌控了朝卫的核心政治 这一点的话 在他们司马仕家族 最后走向称帝道路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的话啊 司马仪的话 一般情况来说 他是 虽然他没有称帝 一直到他孙子司马仁才称帝啊 但是呢 他在建立西境的过程当中 他的功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说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的 那么关于他建立西境中的作用啊 在东境的时候啊 其实有过这样一段探讨啊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事说心语卷下之下 有鬼第三章啊 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啊 王岛温桥巨见明顶啊 这是中晋的明顶啊 进元铁岛的这种明顶啊 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温未达亲王远啊 温桥年少未啊 这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司马仪的后代啊 在东境的时候的一个皇帝啊 然后不了解他们家先世的时候 是如何建立西境的 我们知道西境灭亡了以后才有东境啊 但是东境的话 仍然是司马仕家族的 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的 也是他们的后代 因为他是 司马仪的另一个儿子 叫狼牙王游的后代那只啊 最后游落到江左以后 成立在东境啊 那么他要了解一下西境最初怎么样的创立的啊 就是了解一下 司马仪当年是怎么建国的啊 结果王导把这个事情呢 他的展相啊 王导把这件事情全 从头之为给他说了一下 最有意思的是 靖民帝啊 对这件事情觉得很羞耻啊 觉得他们家得天下 原来是通过这么卑鄙的手段拿到手的啊 觉得非常的羞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说了一句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得到天下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王朝啊 怎么可能能持续太久啊 这样的状况 所以从这个角度啊 这一段对话 把一直以来被历史学家呢 所抓住了不放啊 那么最后啊 就成为评价司马仪家族啊 人品道德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啊 所以从此以后啊 基本上我们说早 老一辈的老一辈的那个历史学家啊 基本上对于司马仪家族啊 包括司马仪啊 司马仪啊 司马仪啊 司马昭啊 他们这些 爷子三个啊 人品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欢迎的态度啊 因为他们他们 其实人品是非常非常低劣的一个状况啊 原因非常简单啊 说他们盗窃了朝魏的天下啊 其实啊 我们再回头来说的话 政治的革新犯败啊 其实是没有合法的 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夺得了天下 那只是他们选择的方式而已 我们不能借此来评价他们 人品道德这些方面的东西 因为政治会 用西方的政治学家来说 一句理论来说啊 政治的东西都是肮脏的啊 所以我们没必要 把他们直接跟人品相挂钩 如果因为他们 我们说啊 盗窃了朝魏的国家的话 因为而怀疑他们的人品的话 那么我们如何评价随文帝养间呢 他是偷了自己外孙的政权啊 因此跟他的女儿反目了啊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说这些不足以我们来评价他们的人品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前辈史学家啊 对于西晋啊 也就是司马一孙子 司马延啊 所创立的这样一个王朝的一个印象啊 范文兰先生是这样的 坦白的 封建统治阶级所有的凶恶 显毒猜忌啊 嚷毒虚伪 奢侈酗酒 荒淫 贪污吝吝啬 放荡 等我所行为啊 司马延集团 所表现的特别集中而充分啊 那么这个王朝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 基本上没有任何优点啊 那么田一庆先生 就是去年在去世的北大的一个老教授啊 说西晋同治集团啊 一开始就异常的贪婪、奢侈、腐败、残暴啊 和汉出、未出的囤质集团有所不同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几乎所有的恶语啊 都被他们拿出来 然后用来形容这样一个朝代啊 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啊 他们坐在书站上写这样的词的时候啊 恨得咬牙切齿啊 那么换句话说了 也就带出了个人感情了啊 包括进入里如何的好事啊 事实上这些东西在司马市最初的情况下 都是有一些印记的啊 原因非常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在西晋建国的过程中 他们是却了朝魏的很多 那么从根本原因上来看的话 他们只是代替了朝魏 而当上了皇帝而已 他所有的政治的统治机器没有更换 所以从这个角度再回头来说的话 朝魏和西晋它的过渡只是一个皇权的过渡 而不是一个官僚机构的过渡 那么我们就能想象啊 他们的官僚其实都是继承制下来的 事实上西晋的很多的开国工程都是朝魏时期的官二代官三代 包括司马延它也是一个官二代官三代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在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想象啊 西晋时期啊 开国所说展露出来的这种精神的面子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看不到圣迹啊 这样一个王朝啊 成立之初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到暮起沉沉啊 我们就可以看不出来他指日可待 他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 这样的状态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头来说啊 司马怡这样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 首先是要知道啊 他的父亲啊 叫司马方 大圈的生祖年啊 是一世九到二一九年啊 那么二一九年呢 我们可以看不出来 他在曹操死的前一年死的 所以他一直活到了建安后期啊 那么目前的话 我们碑林博物馆藏了一个司马方禅碑啊 然而我们不要纠结这个字 到底是方还是方啊 因为这个人 他就是司马怡的父亲啊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碑呢是立于北魏 因为在北魏的时候 东晋后期啊 因为流域灭东晋的过程当中 司马仕有一个王族啊 逃到了北魏 后来在北魏当官了以后 在北魏立了这样一个碑 那么这里的话啊 这个碑啊 其实涉及到的内容的话 对我们来说 其实意义不是太大 从其来也就是能够看出来 他到底当过些什么官啊 洛阳令啊 金兆宇 自书欲使 尚书佑成 大体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局观序列吧 但是在三国志啊 裴崇之柱里面啊 引的无人做的朝蛮传的美国 这样一段记载啊 这个记载非常有意思 说为尚书佑成 司马建功所举啊 即功为王啊 造建功道业于欢迎 为建功岳 古今日可夫作为何 建功岳啊 西几大王时啊 司可作为尔 王大孝 建功民房啊 司马宣王之父啊 这里说到的王是谁 是曹操啊 说明什么呢 说明曹操这个人在最初的时候 其实是被司马仪的父亲 举荐过的啊 那么也就是说这两个家族 其实在最初的时候 还真的是有一些关系的啊 这样一个状况 呃 我们再回头来看啊 到了司马仪的这一代啊 司马方生了八个儿子啊 后来啊 形成了所谓的巴搭 所以唯一是怀疑啊 他们这个字啊 很可能是他们成变以后才取的 因为原因非常简单啊 他们这个巴搭的称号啊 是用他们的字来延称的啊 那么司马仪啊 重大啊 从这个名称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是第二个儿子 关于他们就里八个人啊 事实上在三国治里面啊 进展的很少啊 后来都是入禁书的啊 原因非常简单 西净成立的时候 把这些人全部都封王了 死掉了最后一个王啊 然后让他们的儿子再继承 这样一个情况啊 那么在之前的话啊 事实上 在他们夺取政权 高文明事变之前的话啊 真正胡说随便的就两个 一个是司马朗 一个是司马懿啊 司马懿是起步的比较早啊 间二年间啊 举上纪啊 出事的啊 那么他的哥哥 其实前妻的话 应该比他的声望要高啊 曾经跟着夏郭敦一起去打过孙吾 然后后来回来路上死掉了 当过一个小官啊 那么这里啊 其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巴达啊 因为我们知道啊 在东汉后期啊 党固之祸以后啊 在东汉后期的基层社会啊 乡与社会 形成了一个所谓的 民事群体啊 民事城啊 那么他们后来啊 不断的吹捧的情况下 把党固时期形成的民事呢 就构建出来的所谓的 生君啊 八郡 八故 八吉 八达这种称号啊 就这种组合像今天搞乐队一样啊 但是呢 这种组合的话 其实它象征着那种声望嘛 也就是说在士林当中那种地位啊 那么事实上呢 司马是八兄弟啊 形成这个巴达的话 我们说他的时间应该是比较晚的啊 跟司马仪啊 所存在的时间 相对而言的话 是对不上的 原因非常简单啊 因为在司马仪 真正夺权之前啊 他们兄弟八个人 真正的政治上 展露头脚 只有两个人啊 他们兄弟两个 司马朗和司马仪啊 一直到高军事变以后啊 他有第三个人出现啊 那就是司马夫 在西晋城一直出的时候 给他封了一个安平网嘛 后来释封为县啊 就是安平县网 其他的人啊 其实基本上 都是积极无名的一个状态 那么积极无名的状态 在士林社会竞争如此激烈啊 而且大家基本上是靠声望 来显示地位的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他们是能够形成 所谓的巴达组合的啊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啊 这绝对是他们夺取权力以后 给自己家的光环 而不是在他们夺权之前 形成的一个东西 虽然他在记载的过程中 文献在记载这个过程中 然后说这个名称啊 形成的其实很早啊 但事实上 这个文献是后来写的 来追溯前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对于文献啊 有时候是需要注意的啊 历史学家啊 不管是我们的史家是师修史书 还是展向兼修啊 毕竟都是人写的啊 是人就会有自己的态度啊 不管他如何的秉公啊 他都会把自己的态度 或多或少的介绍进去啊 因为原因非常简单啊 喜怒哀乐啊 他都会免不了 产生到影响自己的态度啊 那么关于司马懿这个人啊 可能形象很多啊 我所谓在摆头上面 盪了一下 然后就大肯定有这样的 一个几个图片啊 这个第一幅图呢 应该是我能给他画的啊 当然是 那也是比较晚的了啊 那后面呢 这个应该是老参观演义的吧 这个是新生观演义的 然后这个 最后一个当然就比较熟悉了 吴朽博演了啊 那么关于这个人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一个情况啊 就是他的形象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这里面其实提到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景象 曹操给他一个评价 说他有狼固相 实际上在其他里面 还有一个记载 他英式狼固啊 这就非常有意思吧 基本上可以告诉我们 他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 异象的一个形象 什么是英式狼固呢 英式啊 就是眼睛啊 两个眼角比较长啊 眼睛比较细了 然后呢 眉毛像马黄一样 缩成一团啊 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狼固呢 狼固是指肩膀向前的情况下 脖子可以旋转180度 正面朝后看啊 我只能宣传90度啊 没办法啊 所以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异象 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但是在中国的像法上面的话 这个长相 绝对是乱成贼子像 它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像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状况 我们都知道啊 其实在四桌心里面 关于那个曹操的长相 说他曾经见过匈奴使啊 然后把自己装成一个 他曹操觉得自己形象不好啊 觉得不够 无威慑匈奴的实际啊 然后自己装成一个侍卫啊 拿着把骨头站在床头站着啊 然后让他们帐下的一个长得非常帅的一个人 来扮演他 来接见匈奴使者啊 然后匈奴使者 接过了以后 然后回去了路上 然后跟送他的人说啊 说丞相哑量非常啊 但床头直伏者是来真英雄的啊 这就是说啊 其实真的一个英雄的一个长相啊 确实他应该是有特殊的情况啊 但这样一个印象的话 这个印象的相法上面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相法啊 是有问题的啊 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个长相啊 没有说到他有多高啊 这就没办法了啊 这里面啊 这是《禁书宣定记》里面 这样的一段记载 说到 《司马仪》啊 《内疾外宽》啊 《内疾外宽》啊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人心胸非常狭窄 而在表面上面表现得非常宽容啊 猜忌多权变啊 为无敌啊 为我啊 查地有熊豪者啊 唯有狼目向欲艳者啊 乃招使前行另反顾啊 面正向后而生不动啊 这就是所谓的正好的狼目向的一个描述啊 就是身体向前面正向后 他的身体没有一点的动啊 又常问三马同义一朝圣物质啊 来为太子批裂啊 司马仪非人成也啊 必欲有家世啊 太子处于地以善啊 美乡全有啊 顾面 实际上曹操对他的形象啊 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曹操对他的印象不好的话 这里面啊 就涉及到啊 我们说啊 涉及到真实的司马仪的问题啊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 文献里面记载的司马仪啊 有些文献也是不可信的啊 所以司马仪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仅有的那么点文献记载啊 那是有些东西是不可信的啊 原因非常简单 就在我们这里展现的这些材料啊 这是禁述宣定记里面啊 这些材料不可信的啊 为什么我们把它展现出来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就跟前面那个 可以做个对比 实际上我们再讲其他二个例子啊 叫汉坚安六年啊 禁止少纪院啊 魏无帝为师公啊 文耳辟子啊 帝之汉运方威啊 不欲曲节朝事啊 此与封闭啊 不能几句魏无使人夜往密赤子啊 帝坚沃不动啊 即魏无为丞相啊 又替为文艺学员啊 赤兴者啊 若不徬徨啊 便收职 既聚而求职 这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啊 说的是 司马仪不愿意出世于朝朝的长相 但是最后呢 被迫不得已啊 出世于朝朝 实际上也 也就从这个角度啊 来展现的 嗯 他们司马仕家族啊 最后 任职于朝魏政权啊 是出于自身的不得已 迫于政治的压力啊 这样一个招呼 但事实是不是这样 肯定不是这样啊 这绝对是加大 原因非常简单啊 就是这个上纪元的这个问题 呃我们都知道啊 秦汉时期实行的啊 养汉时期实行的那个 查举制度啊 后来呢 我们说啊 一般情况下 郡太守啊 出任地方官的时候啊 出任太守的时候啊 在地方呢 每年都会派一个人到京城去述职 这个活动呢 叫做上纪 后来呢 这个上纪派过去的人 照例在京城都会补一个官 所以上纪呢 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 选官的一个体系了 就是每年派过去上纪的人啊 都是直接在京城认官的啊 所以这是一个选官的途径啊 这跟上纪人一样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啊 司马仪既然不愿意出事于曹操长下的话 那么为什么他要去担任这个上纪呢 所以这段话自身他是有矛盾的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前面我们展现的这段材料 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曹操对这个人其实印象非常差 曹操不喜欢他 而且啊 在司马仪本传里面还说到啊 实际上在三国政美也有啊 在曹操这么下 其实他曾经干过两件事情啊 一个是曹操灭了汉宗的张儒以后啊 然后呢 司马仪曾经劝他 继而直接进军到巴蜀啊 灭刘备啊 趁刘备当时还没站穩脚感啊 当时曹操给他的评价是什么 人贪得无厌啊 既得拢幼夫裕巴蜀 实际上对他这基本上是一个 我们说啊 道真上的指责了啊 另外一次呢 是孙权给曹操啊 写了一文信劝曹操称帝的时候啊 曹操对此非常反感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呢 司马仪也禁言了劝曹操称帝啊 那这两件事情 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司马仪他在曹操帐下的时候 他有急切的想要表现的欲望 他这么强烈的表现欲的话 那么跟这样一段材料表现的他如何的不得已啊 像徐树那样啊 如曹操 呃 无片严禁 禁见的这种情况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有这个强烈的表现欲望 恰恰告诉我们 他有想在曹操帐下 建功立业的这个欲望了 想向上爬的这样的欲望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说整个这样一段记载的话 就几乎是完全不可信的了 实际上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在曹操帐 曹操帐下干一番事业的一个形象 但曹操对他其实非常不满意 所以曹操最后聘用他的时候 也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官 丞相府文学院院所啊 文学院 我们知道他的丞相府啊 东桃院西桃院啊 实际上毛姐和崔岩他们这些人 其实都非常重要 我当时其实比较边缘的就是司马 而司马一是实际上在政府 曹操帐下政府谋事里面 极其的想要报仇啊 但是两次禁言的时候 其实都直接遭到了 曹操的直接的反驳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最初的时候 初出茅庐的阶段 在曹操帐下走的是非常非常不顺的 那么这种不顺的状态 最后持续到了什么时期呢 魏罗建立太子 立太子的话就有一个所谓的太子 就是魏罗太子啊 魏文太子啊 我们都知道是谁啊 曹操席了 然后给了司马一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官 叫 士独都夫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这是后面的话啊 我们再看前面那段话 既然不可信的话 那么后面又有一段话 又是就更有意思了啊 说到什么事呢 说的是司马一的妻子啊 也就是所谓的张夫人的事情啊 她的政局啊 那么这段话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啊 但是呢 基本上我们现在也知道它有问题 我们也没有其他的可以依据的东西啊 我们看一下这段话 先帝出此为武之命啊 脱以封闭啊 封闭是什么面 是中风口啊 假托中风口啊 藏暴书啊 欲暴雨啊 不自觉切瘦子啊 结果天天装着在家里中风啊 他在家里头上 生活不能治理了啊 然后有一天呢 在外面晒书啊 赶上暴雨来了啊 一样忘了自己在装病啊 跑到院里面就收书去了 结果就被他家里面一个奴婢看到了 然后他的妻子那个张夫人啊 亲手把这个奴婢给杀掉了 这样一段话不是来形容他的妻子 那个就是所谓的 宣慕张皇后啊 不是说他残暴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赞扬的 赞扬他当机立断的这样一个事情 而亲自直串啊 大概就这么一个奴婢啊 然后给杀掉了以后 家里面没有用人了 然后司马懿在家里面又装着中风啊 不能 生活不能治理啊 所以这张皇后天天啊 自己烧锅做饭 没有用人了 第九四重子啊 说啊 司马懿后来如何如何尊重哪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啊 你们看那个电视剧里面 实际上后来应该设得到这样一个人啊 就是做所谓的百夫人啊 这个人啊 来历不明啊 但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是抄袭设给他的啊 那这个人确确实实有从啊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司马懿后来非常喜欢这个这个 后汉德建啊 他的政妻啊 已经完全见不到司马懿了啊 帝堂卧吉啊 后王省醒病啊 帝约老五可症啊 何凡处也啊 大概嫌他的政妻太老了啊 后来要把他杀掉了啊 杀掉过去要杀的时候啊 然后他几个儿子啊 然后绝食了啊 司马懿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老五不足夕啊 绿困我好儿儿啊 因为这个张懿后啊 生了几个重要的儿子啊 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啊 但这三个儿子里面有两个人非常重要啊 一个是司马师 一个是司马懿 所以从这个角度啊 我不知道电视里面是怎么描述他们夫妻感情的啊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他们夫妻感情应该是 应该是非常有 我们说啊 不融洽的啊 这样一个状态啊 学母皇后张春华 今河南温县人 利益令张汪之女 张春华年少时就有德行 只会见识超过常人 又爱习武 时常见不离身 张春华性格和丈夫一样 都是果决狠辣 不拘小结 两人结婚的初年 恩爱有加 互相敬重 张春华在丈夫的事业上 也给予很多的建议和帮助 可以说张春华是完全围绕着丈夫司马仪而活的 她为丈夫付出了太多太多 随着权势和地位的不断提高 司马仪越来越不满意 年长色衰 骄横跋扈的张春华 由此也开始广纳妾世 其中百夫人最得司马仪宠爱 张春华此后很难有机会见到司马仪 司马仪有一次竟然直接对张春华说 这么丑就不要出来见人了 神受污主的张春华便已绝食 表示他的不满 并带领着两个儿子也一起绝食 司马仪大惊 只得向张春华赔礼道歉 司马仪事后曾说到 老父何不早死 非连辱命 乃兮无儿 这就是涉及到 刚才我说到的这几个问题 就是他在朝魏障下的时候 想要冒头的这些事情 从讨章卢言语魏武岳 魏武之曹操 刘备以诈力录刘章 蜀人为父而远征江岭 此几不可思也 今若要卑汉中 一周震动 进兵临之势必瓦解 因此之士 亦为功利 圣人不能为实 亦不实实也 魏武岳 人若无足 既得挪幼 浮予得所 严禁不从 既而重讨生权 魄子均还 前时起降 上表称臣 臣说天命 臣说天命是什么意思 劝曹操称帝 戴汉县里称帝 曹操当时说的一句话 此而于居我住炉汉上也 想把我驾到炉上好 达也汉运垂中 盖下 十分天下而有其久 以服侍之权之称臣 天人之义 御下殷舟 不以谦让者 为天之命也 这是司马懿的话 他也借此机会 来劝曹操生帝 而且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他在曹操葬下 是几次想要拍曹操的马屁 基本上全部都拍到马屁上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曹操对这个人 人品是非常欢迎的 所以他在曹操葬下 是非常非常不受重重 而他急切的想要观上 爬的这个欲望 实际上在曹操的时期 没有任何的进展 所有的进展 都是因为 后来曹操死了以后 在曹批时期 才出现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他在曹操时期的局官经历 方门司朗 转纪朗 乘向东朝元 转祖部 太子中处子 军司马 一辈子当了官 在曹操 在曹操上下的时候 总共那么多年 也就当了这么习官 实际上地位都不高 但关键在这地方 施予太子有主 他跟太子有主的过程当中 直接形成了所谓的 东宫世友 而实际上 东宫世友当中 最后冒头了 就只有他 我们简单看一下 只有他和陈寻 这太子中处子 梅玉大摩 则有其者 为太子所信众 与成群无智诸所 号称是由 而实际上 我们再看 他的政治生涯 在曹操时期 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为文历继位 合金庭侯 但庭侯的级别 其实没有太多 可能我们看三观一的时候 觉得 关羽 汉寿庭侯 似乎觉得 这是一个很高的风景 其实庭侯是 侯爵里面的级别 相对来说 是比较低的 咱往上的话 是香侯 再往上的话 是蟹侯 所以它是侯爵里面 比较低的 因为在 从西汉以后的话 西汉的时候 我们知道 它是另外一个 爵位系统 所谓的 关中侯 列侯 关内侯 之类的 那么接下来看 丞相长子 即未受汉善 以地为煞书 亲自转都军 御史东城 封安国相和 曹操刚始 曹齐刚刚 继了丞相位的时候 还没成帝呢 干了第一件事情 就是封了他侯爵 顶火 转丞相长使 然后呢 丞相长使 事实上是丞相府里面 地位最高的一个级别 然后 我们知道 曹操当年就 成帝了 曹操成帝以后 直接封他为上述 然后 直接 很短的时间 直接转都军 御史中城 御史中城 是个什么官呢 是个 是御史台的长官 而当御史大国 直接变成三公以后 变成司空 改名司空 变成三公以后 那么御史台的长官 就直接尤其是东城担任了 所以这个关注非常非常高了 封安国相够 那么他的狐决 又进了一波 黄初二年都军官罢 然后 千世中 尚书又会演 这是直接成为尚书省的 重要的长官级别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所有德士的过程 几乎全部都是在朝夕时期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 我们都了解的一句话 叶朝天子以朝城 因为朝批刚刚继位的时候 朝朝所用的那些清兵 发生过一次兵变 我们都知道 在朝朝藏架的时候 其实最早的一支 也是最核心的一支军队 所谓的青州军 就是朝朝降服青州的黄金军 以后组建的一支 他的最早的一支 得力的军队 那么朝朝死后 我们这支军队滑变了 所以 使得朝批 对朝朝之前的所有的救人 基本上 才是冷落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等到他结尾以后 他直接把他东宫关 平时一直跟他一起玩的 这帮小兄弟们 全部都扶起来了 作为自己得力感觉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里面 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陈群 陈群呢 在之前的话 其实设计也不是太多 那么等到朝西继位以后 给他干了件什么事情呢 封了个什么官 立不上书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任立不上书 因为非常简单 上书台在东汉的时候 还没有建立立部 立部真正建立的时候 恰恰就是在朝卫啊 朝卫建立了 我们说啊 我们都知道 似乎是所谓的三省六部 都是水草建立的 事实上不是啊 三省六部 他在酝酿的过程中 从朝卫 从三国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上书省的六部 第一个形成的就是立部 那么第一任立不上书 就这里面成群 他干了一件事情 建立了九品官人法 这个我们可能 应该有些人是了解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在朝卫登记以后啊 他所用的这些人 几乎都是他东宫里面的人 那么把曹操当时的一些核心的人 都弃止了 所以正在这样一个时期啊 使得 斯巴仪啊 搭上了东宫的这样一个线索啊 东风啊 那么直接施向了一个 仕途的一个飞跃啊 他在曹操时期啊 一筹莫展的一个状态 在这个时期全面展开了 他的地位达到一个多重要的地步啊 我们可以说啊 在朝卫的政治当中啊 除了曹操之外啊 曹操最信任的人 也是曹操认为最可以担当大事的人 就只有他了 那么有几件材料 我们简单看一下啊 恰是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啊 黄厨五年啊 这个五年就黄厨五年 天子南巡 官兵五将 曹操心 在那个业后第五年啊 官兵五将干什么事啊 但是在那里打升权了 帝流震取上啊 改封向江河 转府军加级啊 领兵五千啊 加级四中又上出社 然后啊 再看三国志啊 魏苏文帝记里面啊 培空之处啊 尹魏略后面这样一段话 这是曹操的一段造文 这段话呢 说的什么意思啊 如果国家要铺大兵 去征讨别人的话 那么内部核心的政治区域 需要有一个重臣来镇守啊 要不然的话 国家平时会出现 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内乱 那么从这个角度 我们恰恰来看的话 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和宋书啊 宋书啊 宋书卷二十一 月子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皇上到敏市啊 树西奋天龙啊 发我许昌公列宗于长浦啊 这一句是一段名歌啊 他的名字叫做魏文帝戈 曹操每一次坐船啊 从许昌出发到淮河 甚至到长江去打升权的时候啊 后方都是让司马仪正手 在许昌来威慑洛阳 遥控洛阳 这样的地方 所以许昌这样一个地方 我们说虽然后来的话 他失去了所谓的汉都的这样一个地位 但是在后来朝魏时期 他是一个完全遥控洛阳局势的一个军事重镇 他对相对于当时的都城洛阳的地位 大概就相当于我们如果看过雍正王朝的话 大概相当于封台大营和北京紫禁城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所以洛阳局势不管怎么样乱 只要有许昌的一支军队战啊 翻手可灭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这样的话啊 我们也发现 曹丕每一次亲自出征的时候啊 都是派司马仪注释在取上的 那么这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 就是说在曹丕的心中 真正唯一可以信任 也唯一可以担当大事的人 就只有司马仪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给我们一个印象啊 似乎他从此以后啊 我们说涉足全面通畅的一个状态 但事实不是这样子 很快就遇到另一次挫折了 另一次挫折怎么来呢 虽然说曹丕在位啊 所谓的七年 但事实上六年都不到啊 很快曹丕就死掉了 黄初七年啊 我们看一下啊 下午月啊 秉承第几组啊 召中军大将军曹征 正军大将军陈群啊 正东大将军曹修啊 辅军大将军司马宣王 并受遗诏附证 受遗诏附证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格啊 那么这个资格 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啊 给你一个资格辅助新军 和督导新军的一个资格 换句话说 这样的话 就把这样的一批大神的话 摆在每一个新皇帝长辈的一个身份 这些都是老皇帝用过的人啊 都是跟我一辈的 我现在呢 给他们一个资格来辅助我的儿子啊 那么这帮人的话 他们等到新军继位以后 他们就有一个凌驾 有皇权这样一个资格 他可以督到皇帝 所以这个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实际上他并没有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啊 他在大量的潮信 重生范围包夹之下 并没有十分突出的一个地位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这个新皇帝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啊 十几岁的一个小孩啊 曹瑞 我想的 我想的那个司马医里面应该可以拍到这个人啊 因为他的母亲很著名啊 就是曾皇后 曾后 这个人呢 可能在 有些人在那个 哎 当然是个美女啊 是不是个美女 记得不清楚啊 三万一里面说她是个美女啊 然后在曹植的那个 呃 洛神父 啊 说的是这个 然后呢 在东京的顾凯之 画过一幅画啊 叫做洛神父图啊 里面就说到 其实涉及他都是这个故事啊 但是这个故事到底是真的假的 不清楚啊 那么这样一个人 这个小孩啊 是一个非常有足见的小孩啊 曹瑞啊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皇帝啊 为什么说特殊啊 在活着的时候给自己加了嗜好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嗜好啊 你比如说啊 呃 宣帝啊 武帝啊 这些东西啊 这些称号 武啊 宣啊 包括锦啊 文啊 这些这些称号嗜好 这些号都是在皇帝死后 由新皇帝来给他加嗜的 然后新皇帝聚集大臣以后 大家来商量一下 根据他的一生的功劳啊 功过啊 然后来给他加一个 符合他一生功过的一个词 这个东西啊 嗜好啊 而这个人在他自己活着的时候给自己加了个啥 列祖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给自己加的这个嗜好呢 在后来的时候 各个书女大家都认可啊 所以一般你们啊 称朝位的时候称朝位三祖啊 太祖曹操啊 高祖 曹丕啊 然后 列祖啊 就是这个朝内啊 但他这个列祖 这个称号是他自己加的 他活着的时候加入 朝位的政权当中啊 我们说啊 总共持续的时间 二百二十年到二百六十五年 其实 时间相对来说是不长的啊 二百四十九年的时候 就被司马市夺取了 执政权啊 所以的话我们说啊 二百四十九年以后啊 基本上已经正由司马市了 已经不再严格意义上算是朝位了 所以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大体上也就是二十九年的时间吧 三十年啊 那么呢 在位时间最长的人啊 就是这个 曹瑞啊 和后面的曹芳啊 三少帝曹芳 那么这个曹瑞啊 我们说的他有主见 有主见是什么地方啊 他突然一下政治方向全面转变了 司马仪几乎被 司马仪长期被他撵在了外政啊 让他出去领兵去了 不让他呆在街上了 撵入洛阳了啊 在他占位时间 十几年的时间啊 司马仪几乎从来没有进入过洛阳 被撵出去了 远离了政治核心 所以这样的话啊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小皇帝啊 十几岁啊 还是非常有主见 而他另一个主见是什么呢 全面启用 夏侯氏和曹氏的军军 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 之前在被曹批啊 一直打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 曹芝啊 在这个时候居然上书要求自私啊 他在曹批时期啊 这个曹芝这些人啊 在曹批时期的话 一直处于富贤的一个状态啊 没有任何权利啊 一天到晚被防范了什么 像囚徒一样啊 说到这个状态的话 他有一首诗啊 叫正白马王彪并去啊 这样也就是啊 因为曹批下来到赵令啊 所有在京的兄弟啊 全部要知国啊 因为他们都封有封国啊 全部都要到他们封国去啊 不准待在都城里面啊 结果呢 他跟他的兄弟 曹彪啊 一起出城的时候 突然又追来一道赵树啊 只说你们兄弟两个不准一起走啊 要分开走啊 怕他们俩大概坐上面 然后有什么不轨的商量啊 所以他们几乎都是像囚徒一样生活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突然一下到曹内这个时期 曹直突然写了 研究写了两道上说啊 要求自己出来做点事啊 为曹律做点事 要求来当官 要求来掌控一些权力啊 其实这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政治信号已经变了 风气变了 曹瑞开始信任忠实的人 而这个信号恰恰被曹直抓到了 虽然最后啊 曹队没让他出来啊 但是恰恰告诉我们 这个时期啊 曹队开始全面的用自己 司马是要用自己 夏胡氏家族和 曹氏家族的重要的 当然这里面涉及到的 夏胡氏家族 曹氏家族到底是不是出于夏胡氏的问题啊 这段公案 其实是有问题的啊 这里 当然这里也不在纠结这个问题啊 当然这样的一个时期内啊 这十几年的时间啊 司马仪是非常非常过得悲催的啊 几乎天天被用的到处像狗一样的 跑来跑去的地 没打仗啊 但是官几乎从来没升过啊 然后打完了仗以后 直接就在当地住手啊 连去见皇帝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啊 但他见皇帝的话也没用啊 因为皇帝对他非常排斥啊 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很快又出现了转机啊 因为皇帝身体不好啊 很快又死了 所以实际上就说下来问题了啊 这一次死啊 这个列祖啊 曹瑞 他的死 这个过程当中啊 实际上是应该有一次政变的啊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这次政变的原貌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三国志是西晋的时候写的 而西晋的时候写这样一次事件的话 它直接会影响到这次政变里面的重要人物 是谁呢 司马懿 所以这次政变啊 被轻描淡写的画过去了 为什么我说这里有一次政变啊 你看一下 非常有意思 仅初三年的时候 曹瑞死了 但仅初二年的时候呢 司马懿呢 奉命领兵到辽东去 争公孙渊 辽东啊 我们可以想象啊 在当时的交通工具情况下 跑来跑去还得过去打仗啊 当时司马懿算了啊 去多少天 打仗多少天 他说要一年的时间啊 但是到仅初三年的时候 曹瑞就死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啊 他这次出兵啊 虽然说啊 在最初的是不具备顾命条件的 因为到曹瑞的死 死的时候他赶不回来 但是他赶回来啊 他为什么能赶回来啊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次 一次政变性的活动啊 看一下啊 初第一次是相同 这是打完仗 回来啊 到相同 孟天子整齐夕月啊 事无面啊 服事有益于常啊 心无物质啊 先是啊 造地便到这个观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曹瑞一直到病重的时候 给他下的到造书是什么 从窑东里回来以后 不要经过洛阳 直接去观中 就到西安来镇守了 都城当时都城在洛阳啊 所以还是不想见他的啊 那么为什么会后来会想见他呢 这里面会有一个意思啊 这个造书应该是假的啊 然后后来啊 集赤白雾啊 也是一个地方 在河北里面啊 有造造地啊 三日之间啊 造书五字 首造月啊 监测西旺道啊 我随时都在等着你来啊 道便直排阁路啊 到了以后你不要跟任何人打招呼 直接到里面来见我啊 事无面啊 第一大句啊 乃圣追风车 晝月天行啊 当然这追风车 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形象啊 自然在当时的交通工具的 这个级别当中应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高铁啊 你看得最快啊 这白雾四百鱼 以一宿而至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追风车速度有多快啊 引入家族殿卧内啊 升玉床啊 就是直接跑到了皇帝的病塌前啊 帝流涕问及啊 天子之地守 目齐王月啊 就是齐王方啊 以后射相说啊 使乃夫可忍 无人死待君啊 得相见啊 无父所恨矣啊 命与大将军曹爽 并受遗诏夫少主啊 这样的话就是 受顾命的是两个人啊 一个是司马仪 一个是曹爽 但是为什么他在受顾命的过程中 出了这么多的插曲啊 有一段非常常的一段材料啊 很枯燥啊 大家 有些地方仔细读一下啊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事情啊 就行了 我不再读材料 这段材料其实说的是什么事情呢 说的是 曹内在最初的时候设立顾命大臣 根本就没有考虑司马仪 他考虑的是谁呢 是曹魏的一个中文叫燕王语啊 然后呢 是用的是另一个人啊 是曹赵 曹赵是曹修的儿子啊 和秦朗 秦朗是当时是驸马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当时曹队所用的这一批人 对着 对付曹政啊 用的这一批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中书建流放 令孙之九尊全宠啊 孙之流放这两个啊 人在三国字里面的描述 是孽姓一样的啊 就是皇帝非常清静的小人啊 然后天天敬参言的 这两个人得色的时期呢 是从曹批后期啊 然后到整个曹瑞时期 当然这两个人就遇到一个问题啊 发现如果按照朝内的这道造书出去的话 最后所有的大权都会被忠实掌控 那么他们两个就没有任何权利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 他们当然不能安然接受啊 怎么办 他们直接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了司马仪 而且这里面明确的描述的是什么呢 是燕王宇 曹赵 曹爽和秦朗他们这些人 控制了禁卫军啊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当时的时候 没有能力见到皇帝的 那么造书是怎么出去的 所以我说这个造书应该是假的 如果说有造的话啊 那么其实就是个私信而已啊 是孙之流放派人送给司马仪的一个私信 结果司马仪趁追风车紧急赶到了洛阳 到了洛阳以后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燕王宇被废在家 曹赵被除名从终身不服虚荣啊 清朗啊 何来被贬到了观众啊 然后呢 曹爽 唯独留下来的就是曹爽啊 跟司马仪一致附负责这样的状态啊 但是这件事情事实上到这里了啊 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啊 司马仪虽然忙活了半天啊 但是她是替别人做假意上的啊 首先孙之流放啊透露了这个消息以后 把司马仪找回来了啊 就类似于何静啊 招了个董卓进京一样啊 找回来以后呢 最后孙之流放还是被变了啊 得势的恰恰是草索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曹队十几年时间对于曹魏忠实的运用 事实上在各个关键的环节都已经被曹魏的家族控制了 当时司马仪那么快地赶回来的话 实际上告诉你一件问题是什么 他的军队没带回来 这个就没辙了啊 这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就进入了所谓的齐王方时期啊 齐王方时期呢也就是所谓的正史年间啊 正史年间啊 产生了我们所熟知的一个学问啊 就是未经的玄学啊 当然在里面涉及到中国的思想史 也可以说哲学史上面一个天才级的人物啊 就是王炳啊 这个人十八岁成为中国哲学 当时哲学的领袖级人物啊 然后到二十一岁死掉了啊 太聪明了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而他死了以后就发生了高跟银事变啊 换句话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啊 如果他不死了 他肯定也会被处死 因为他是曹爽的人啊 因为当时没有死的一个人啊 就是何彦啊 也是玄学的创始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被司马懿出事了 239年啊 朝方即位啊 朝床 府政啊 排斥司马懿啊 排斥司马懿 过程当中呢 司马懿顾及重演了啊 什么顾及重演啊 庄妹 所以这个人应该是从 史料里面的描述来看 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城府 非常深耳 而且非常英智的一个人 因原因非常简单啊 他又装的生活无人之理了啊 不是比较大啊 曹爽派了一个自己的亲信 到荆州去赴任的时候 然后 让他去跟司马懿告别啊 司马懿躺在床上 别人喂汤的时候 他连汤都黑咽下去了 到了嘴里面以后 然后顺着嘴角往下鸣啊 然后整个身上粘得到处了是 然后还故意装的 听力也不行啊 然后听不清楚他讲话 脑子完全是昏的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蒙蔽了那个人以后啊 叫李盛啊 蒙蔽了李盛以后呢 然后也就基本上蒙蔽了曹爽 曹爽这个人本身也有问题啊 确实实是一个没有远见的 曹爽本人的能力 其实十分的低下 性格也非常的懦弱 但野心却一点都不比别人少 曹爽和他身边的人 是一群彻头彻脑的 心而上违心主义者 如果做哲学家 他们非常的称职 他们甚至企图在公元二百四十四年 出兵消灭蜀汉帝国 王平费一打败了曹爽 并险些将其歼灭 曹爽的声望也由此而降到了极点 然而曹爽却没有停止其自我毁灭的进程 公元二百四十七年 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 曹爽将皇太后 也就是曹瑞的妻子郭太后囚禁了起来 曹爽的这一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这似乎是一种武力示威 目的有可能是要废除 并取代曹芳或者另外找一个人来成为皇帝 他对皇太后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让别人如何能够答应 于是一群旨在推翻曹爽政权的人 开始秘密地聚集在了一起 这些人所共同拥护的对象 就是已经退出一线工作多年的司马仪 那么到正十四年二十九年正月 这样一件事 出来这样一件事 少帝与曹爽出称既是明帝高平陵 就给他爸爸上城 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曹魏的政治当中 一直是有一个规定的 所有的在位皇帝不准夜陵 所以整个曹魏时期 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出去夜陵过 就出去上个坟 就只有这一次 然后就出事了 所以曹魏 我可以说 曹操当时 如果是曹操设置规定的话 曹操真的很有眼见 他应该梦到这件事情了 然后当时 事实上当时的时候 司马仪在洛阳的能量是非常小的 不要看我们觉得他曾经南征北战 带了很多军队 但实际上他带的那些军队都驻守在外地 不在洛阳 那么在洛阳的时候 实际上这次起兵 里面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谁 是他的儿子司马仕 司马仕 司马仕当了一个什么样的官呢 忠户军 忠户军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官的话 如果我们来用 清朝的历史剧 《雍正王朝》里面 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 会明白里面有几个官 一个是皇宫里面的数位官 叫领世卫内大臣 一个是都城的数位官 叫九门帝都 这个忠户军 大概就相当于九门帝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司马仕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司马仕本记里面说到一个问题 他曾经招纳了非常多的亡命之徒 然后在夜灵的前几天 半个月时间 这批亡命之徒 全部陆陆续续的运到了洪洛 所以在他准备起事的一晚上时间 他突然一下就集结了五千多人 这些都是编外的 而实际上他自己统的军队还有编内的 我们可以想想军队规模是非常大的 所以司马仕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实际上司马仕在这个过程中 只是一个指挥 如果没有司马仕的军队的话 他一个人都指挥不懂 因为他在这个时候 确确实实 虽然说他有一个顾命的一个说法 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时候 已经在洛阳完全没有人可用 那么借助这样一件事情 他直接封闭了洛阳城门 开盧库 然后把洛阳所有他能组织下来的军队 全部都给大概就是给发了武器 发了武器以后 然后领兵进入皇宫 抓到了太后 然后运用太后的洗手 发了一道诏注 讨伐曹爽 但这个时候 跑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当时大事务名叫凡团 被司马仕称为智囊一样的人 所以说曹爽这个人是非常 不能干大事的 原因非常简单 事实上很多人觉得高临事变以后 朝魁的政治就已经被司马仕掌控了 事实不是这样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司马仕 事实上这是一个切忍之魔的一个状态 所以虽然他发动政变以后掌控了洛阳 事实上他的整个统治体系里面 他没有可值得相信的人 这个天下不是他打下来的 所以这个天下 在恒大意义上来说还是朝魏的天下 所有人都还效忍的是朝魏 虽然他掌控了政权 但是没有人宣布向他效忍 所以在这种情况他没有可信的事实证明了 他在前七过程中所收拢的亲信 几乎都是不值得信任的 而这些人实际上在很长时间内基本上都是效忍朝魏的 但是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虽然他在高平时面干掉了朝锁 他掌控了也就只有洛阳而已 他在其他任何地方产生的影响力非常非常有限 因为在此之后的话 两年一过就出现了汪林在淮南的居民 直接征讨司马仪的 司马仪兵录学人跑过去把平定了 平定了以后派了谁呢 派了一个他认为值得可信的人 因为他在征辽东的时候 这个人是他的副将叫灌秋典 然后把汪林给抓了 抓了以后换了一个他的亲信灌秋典去了淮南 因为淮南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住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是当时朝魏进攻孙吴的乔头堡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直是重兵把守的 在朝魏而言的话有两个军区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淮南军区 一个是关中军区 因为关中军区是面对蜀汉 你住口岸天天来打没办法 以淮南军区呢就是孙权天天去打 所以淮南军区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他后来派了一个自己的亲信 干掉了王林以后他派了自己的亲信 他认为是亲信灌秋典去 没过两年灌秋典就起兵了 也仍然是孝宫朝魏的 然后他的司马仪去了 把灌秋典给杀掉了 杀掉了以后觉得 这一回一定要派一个自己可信的人 跟他们有殷亲关系的一个人 叫诸葛蛋 然后回来了以后 没几天 当然司马仪 所以司马仪就是贫贫中间军中死掉了 平静了这次事件以后 没过几年 诸葛蛋直接在淮南又接 口号仍然是为朝魏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事实上在249年他们掌控洛阳以后 经历了一二十年的时间 他们在整个对朝魏这个国家的控制 仍然非常有限 包括下过来杀高贵湘工这件事情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把陈济杀掉 别人都在指责甲葱 要一定要杀甲葱 他为什么舍不得杀甲葱 因为像甲葱这么级别的重诚 愿意时间他就跟着他走了 也就只有甲葱了 只有这个人是信得过的 而其他的人没有人信得过 所以我们说司马仪实上 在代替朝魏的过程当中 其实经历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简单看一下贫磷亡灵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啊 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非常有意思 燕州刺是令狐狱 太魏亡灵二余地牟利楚王彪 这个楚王彪啊 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 朝职写的那首诗 正白马王彪啊 就那个白马王彪 然后呢 司马仪直接刺识楚王彪啊 然后带重兵到白党 抓了王彪啊 王彪还没来得及其名啊 就被他抓了 抓了以后呢 回来的路上啊 就出来这样一件事件啊 非常有意思啊 道经贾魁妙啊 领呼吁啊 贾梁道啊 王彪是大魏之忠臣啊 为而有生辞职啊 之下啊 养政而死啊 收集于党 皆注意善主 并杀标啊 然后西路为诸王 诸王公啊 之于叶啊 命有事监察啊 不得交官 为什么要把我 朝位的宗室全部都集中起来到叶神以后监管进来 因为天下他们除了洛阳是他们掌控的之外 其他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问题 而如果出问题的话 只要有一个朝位的宗室在外面 就会成为他们的棋士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些人监控进来 这样的话别人就没有口识了啊 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涉及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 在什么地方啊 就是这个 甲葵啊 王林啊 忽属于甲葵 末啊 当然这里面前提条件是 甲葵是大魏的忠臣啊 而后面涉及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 看一下 六月地情集啊 梦甲葵王林为水啊 甲葵的鬼门啊 跟王林的鬼门天天来老大啊 圣物子啊 秋八月雾云啊 风雨今世啊 被鬼门残了两个多月啊 以此他成功死掉了啊 这是禁书啊 史马仪本纪里记载的啊 无稽之探啊 唐代的刘之锦在写史通的时候 就用了这个材料 就说道啊 唐人修禁书啊 扎财小说啊 伪难世书啊 这个情况啊 所以禁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史书啊 之前所有的史书全部都是私修的啊 个人私修的 这是第一部官修史书 这一部官修史书出现的问题非常大 大的什么地方 所谓的宅相兼修啊 那么在这之后的话 大家可能班子啊 领导班子大家配合各种层面的话 思想比较统一啊 之后的官修史书可能相对而言的话 就统一思想这个层面的话是做的比较好的 而这一部史书其实不是啊 大家就分下公文而已啊 谁写哪一部人 谁写哪一部人啊 至于怎么写啊 用哪些材料 你自己看得慢 所以到最后出现的各个篇章里面冲突的东西非常多啊 而且里面挺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编修这一批史书编修这个史书的那批人啊 都是唐朝初年重要的文学家啊 确确实实都是重要的文学家啊 所以后来清朝的时候 大家评价禁书的时候还说 编修这部书的那批人啊 文学功力非常高啊 文学家就出现一个问题啊 他们不是特别的对于历史有严谨的态度啊 而我们所知道的一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自怪小说 他的兴起时间恰恰就在危机的时期啊 那么这些自怪小说 大量的东西全部都被搬进了禁书编军 这是在中国二十四史里面最 最诡异的一件事情啊 也是最诡异的离物史书啊 里面非常多的自怪的东西啊 所以这样一个事情啊 这很明显是出于一个自怪型 出于自怪有多的啊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首先呢 当然一个事情是唐修禁书的时候啊 这段话绝对不是他们捏到出来的 是在他们在修禁书的时候 这段话就出来了 而且是肯定是在之前的时候有人写过啊 那么是在我们已经找不到识源了啊 这段话到底是谁写 最先写的啊 也有可能在西京啊 也有可能在东京啊 因为在两境的时候啊 现在事实啊 思想统一啊 这个事件做得非常差啊 甚至在东京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很多的史书可以写 史家写史的时候 直接批评司马市的正统啊 甚至直接批评司马市的血统啊 批评东京的皇帝啊 一个最典型的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的事实上大概 我们说啊 充其量也就是在 呃 景成帝的时候 东京的开国皇帝叫靖元帝啊 但他在靖阳丘这部书里面 怎么说靖元帝的呢 牛记马后啊 说是靖元帝的母亲 曾经跟他们家的一个 牛姓小吏师通 生了这样一个皇帝啊 这个小孩啊 而他写这部书的时候 这个时间啊 充其量也就是在这个皇帝的儿子 或者是孙子时期 他居然就写了 就能这么写啊 而且他这部书居然没力气啊 奇怪啊 所以呢 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拉哒哒哒说这么多啊 其实要说的一个问题是 这样一段话啊 其实是有一个史家的态度的 不管它是产生于东京 还是产生于南朝 那么这样 写这样一段话的这个人 事实上 他对于司马仪的人品是非常非常反感 所以他才会写这样一段话 那么这段话 其实他有非常不合理的层面 为什么说他不合理啊 因为他用的这个人非常特殊啊 叫贾奎啊 贾奎固然是朝魏的忠诚啊 但贾奎的儿子是谁啊 就是贾奎了 是一个死心塌地跟着司马仪走的人 是一个亲自指挥人 杀掉了高北相公曹毛的人 如果贾奎作为一个东京朝魏的忠诚的话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住啊 何至于来管司马仪啊 而且他的鬼门来缠绕司马仪 最后一直把司马仪的命给追去了啊 其实这告诉我们 这是代表了一个 十七史家对于西晋的态度 我们在开篇的时候其实说到 王导跟靖民帝的这段对话 王导为什么要这么赤裸裸地跟靖民帝说这样的话 当然首先啊 王导没把靖民帝放在眼里 这肯定啊 其次 是整个这个时期这样的事情是瞒不住的 司马仪在 发了高平时变的时候 发了一个诏书啊 把朝长骂了 体无完乎啊 说朝长如何汇乱政治 国家的这所有的政策 全部被他们搞得乌冤造计啊 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 事实上到了西晋成立以后啊 也就是他孙子司马元晋武帝啊 开创西晋以后 西晋的人就已经开始重新探讨朝爽了 重新探讨在朝爽那批被司马仪杀掉的 何彦王毕他 王毕当时早一年死掉了 二十一岁死了 何彦他们这些人 何彦倒是立不上书啊 因为在司马仪的诏书里面 杀何彦的时候就说过何彦这个人 然后把任人为亲啊 把当时的整个朝位的官场 批批批批批 搞得乌冤造气啊 这样一个状况 但事实上在晋武帝的时候 晋武帝的重臣 未贯和留意 及次上书指出 西晋的纠病官人法 已经完全腐败了 就提出了何彦 说到何彦当时当义无上书的时候 选官如何的亲民啊 选官得其才啊 如何的不往事啊 现在全部都是看门第啊 谁家权势高啊 就选他家儿子 然后来当大官儿这样的状况 那么恰恰这一点 告诉我们什么问题啊 魏晋时期啊 事实上在这很多的层面的话 他们在思想上 是一个非常解放的一个时代 所以鲁兴曾经说过 魏晋风度啊 我们不要总认为魏晋风度 就是这帮人一天到晚聊散子 然后聊天啊 然后赤裸裸的 赤裸裸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确实是赤裸裸的 竹林奇闲里面的 琉林就一天到晚不上书了 老奔了啊 不是他们简单的表现这个精神层面 他们对思想的自由这个层面 事实上当时政治是非常清明的 所以我说在东京的时候 就有人能够直接写一部史书上 说东京的皇帝他们是私生子啊 他们不是司马仕的家的儿子啊 他们是姓牛的啊 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他这本书居然在东京的时候没有背进 东京的很多民事宣 大家平时聊天的时候 提到这本书都撬大字的啊 其实这本书写的好啊 所以这个时期思想非常自由的 而正是这样一个自由的思想 告诉我们当时的史家实际上 对于司马仪这个人是有态度的 而这个态度恰恰就体现了这个地方 为什么到最后 这样一个人一生难争伪诈 经历了各种的政治变动啊 最后会死得这样的龌龊啊 被一个鬼魂然后给追命 追了两个多月然后给追死掉了 我们可以想象他这两个多月怎么过的啊 他肯定不是这么死的啊 但为什么要这么描写啊 他表现的态度 其实是史家对于司马仪这个人 人品的否定 和他一生的否定 所以的话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 这个人虽然没有成敌啊 但是他对于西晋的成敌 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人的一生 并不像他的本记里面所描述的 如何的地位之高啊 如何的啊 我们说淡不名利啊 这种情况啊 一开始的时候 说他不想出事于朝魏啊 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何的有心机啊 但是前面的话 其实我们说啊 很多的材料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对于这个人 他的一个形象已经非常 我们说即使不能够完全复原这个人 但是他的性格 大体上我们是可以知道的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音质的一个人 臣服激身啊 但是呢 这个人又是一个在政治上面 极其 极由冒进的一个人 而正是这一点激起了曹操对他的反感 但是他后来棒上了 棒上了曹批啊 后来西晋建立以后啊 他们在崇尚儒家的一套伦理啊 使得后来我们很多的前辈史学家都认为啊 司马士家都啊 是一个河内的儒家大族啊 儒家大族啊 但事实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啊 这个家族其实跟儒家没什么关系 不要说明啊 他可能读过《论语言》 可能读过《孝经》啊 东汉的人读《孝经》 那是他们幼儿园该学的东西啊 所有人只要识字 他识字用的书第一套教材就是《孝经》 所以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他 他学儒家的东西啊 所以这样的话啊 他们这个家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实际上从学问啊 学术上来说啊 他们是没有家学圆圆 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们是靠市公起来的啊 而不是靠他们的学问啊 这一点啊 所以从我们现在有限的材料来看的话 能够展现的也只是他们的政治生活 但在他的政治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的一生啊 极起极落啊 虽然说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年轻啊 然后没什么城府啊 所以想在曹操上下的时候 表现一把啊 结果几次表现的时候 都被曹操怼得很难看啊 但是后来他搭上了东风啊 在曹批的时候 短短的几年时间啊 是他到了未及人臣的一个地步啊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是他进入了军事系统 这给他以后 夺取政权啊 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基础啊 他在军中的影响 事实上在后来的话 是非常重要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到后来我总结一下啊 事实上呢 之后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啊 他在军中的影响 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吧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高平平事变 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 是河北那一片一直没有动过 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 他为什么会把朝卫的忠实 给囚禁到了叶城 叶城是哪地方呢 是今天的河北心态啊 我觉得这在他北伐 辽东公孙渊之间 应该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啊 但是他的军中啊 曾经驻守了十几年啊 在他掌权的时间内啊 关中军政一直对他保持暧昧的态度 但后来我们从细节来看的话 关中这一片将领啊 实际上反对他 非常奇怪啊 关中这批人非常不认可他 为什么关中这批人不认可他 又不像是淮南那一块起兵呢 他们一直没有起兵啊 一直到最后啊 他们被司马仕家族 被司马昭啊 全面铲除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起来反抗过啊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啊 他们没有疗事嘛 淮南那一块啊 是司马仪亲自带兵过去 在淮南建立的江淮平原啊 建立的吞田啊 几十万人大规模吞田啊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有多少疗事啊 但是关中没有吞田 关中的军队啊 全国都是洋葬洋 孕阳 孕阳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想象 看过雍正王朝的啊 想想 十字爷最后怎么被抓到的啊 因为他的所有的军粮都被连根尧给扣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就能够理解啊 为什么在后来的时候 法属战争中 我们可能有人知道 有一个很熟悉的人啊 就那个口吃的人 邓爱 邓爱是被无缘无故给杀掉的 他是没有罪名的 他没有罪名的时候被杀掉 然后呢 他的 所有的经历到最后呢翻不了岸 他的儿子几次上书进武帝啊 给他翻不了岸 这个人一生没有追证 因为他对于其境而言的话 他是有功无过的啊 为什么他无缘无故被杀掉以后 反倒翻不了岸 或不得追证呢 原因非常重要 他是关中军队的 而这次法属战争 为什么会派中会来 没有直接让邓爱 直接领兵去入所 原因就在这里 中会领的是洛阳的军队 中会当时才是司马昭的心腹 事实上派中会带兵来 督关中的军队一起入所 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让中会来监督 甚至来剥夺关中军阵的权力了 所以邓爱的这个过程中 邓爱的死是必然的 虽然之后他灭了所 他灭了所以后 他散着肉弯 这个所谓他的罪名 但是这个罪名 实际上 他后来罚吾的时候 王军也散着肉弯来 没有被处罚 所以邓爱的死 起源于司马释家族 跟关中军阵之间的矛盾 而不在于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 所以司马昭预先派了 魏冠这样一个人去做监军 不是为了后来搞中会的 因为中会是他信得过的 派魏冠过去就是过去搞灯癌的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起来一个问题 高平事变以后 他们为什么一直没有撑地 他们撑不了地 在整个这个国家当中 他们之前收拢的所有的心腹 在任何一个政治关口 都被证明了这些人 是布置的心腹 而这个天下不是他一块一块打下来 所以到最后的话 所有的基层到底这些人 人心向背是怎么样的 他自己是没有把握的 所以一直到最后 淮南的诸葛丹被杀掉以后 派去了一个叫石包的人 这个人西晋的开国工程 我们说 对这一块了解的话 我们知道西晋 有个十宠王凯的豆腐 这个石包就是十宠的父亲 这个人起家就是 司马斯培植起来的一个人 而作为淮南寿村这样一个 前沿阵地的一个 乔荣堡式的城市 几经战乱被破坏了 石包那个人作为一个将领 跑过去以后 简单地修了一下城 然后就被司马昭给召回了洛阳 终身废弃在家 终身不再留官了 不再留兵了 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可以想象 司马斯家族这个时候 整个像精工之鸟一样 他们对任何人都信不过 那么他们是什么 造成了他们这个多疑的性格 我们以前可能觉得 他是遗传吧 但事实上不一定 事实上告诉我们 从他们开始夺权的第一步以后 他们就没有能够找到 真正值得信来的 而原因非常简单 他们这个权力是他们窃取来的 这一个国家不是他们一刀一枪打下来的 所以他们到最后的话 没有经历过任何政治关口的话 他们所信任的人 也没有经历考验过 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一直到最后的话 我们说前辈史学家为什么会认为 西晋的政治阶级是整个如此的不堪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他们到最后的话 没有能够找到一批所谓的信任国的人 全部都是一批官二代 油奶就是粮的人 所以经过几次洗礼以后 把一些有道德 有监守有操守的人 全部洗掉了 作家的人 把那些所有有杰操守的人 全部清洗掉过以后 事实上有些人对他们没有威胁 你比如说像竹林骑前的鸡汤 一天到晚喝酒 然后跟着大家吹几句牛 然后最后就被杀掉了 但是他们最后居然还能够扶植起来 一个所谓的中的一个典型 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 典型是谁呢 司马虎 安平县王虎 直到朝魏的最后一个皇帝 曹万被废掉的时候 他还抱着马车 在那哭诉 说曾使之日 由大魏之忠臣也 但这个时候他当的是什么官呢 西晋的都督中外驻军事 安平县王 然后太魏 这样的官 那么我们可以想想 他在西晋 几乎是一个地位上面 除了晋五帝就是他了 这样一个人还能够抱着魏帝子马车说 他使之日还是大魏之存责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问题 西晋这个国家和司马仕这个国家 他们在作家门的过程当中秉承的都是司马仪的性格 所谓的外宽内疾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这样一个状况 事实上我们说 在后来的时候 晋五帝身上也表现出来一个非常突出的武器 晋五帝从上节俭 然后所谓的晋牛亲尸 因为皇帝他的礼仪里面都会有牛车 说他晋牛的青丝 牛神是青丝做的 断了 然后腰不絮 然后晋五帝下了个大叔 说用青马带子从上节俭 但是呢 他的舅舅是王凯 他为了帮助他的舅舅王凯 跟师从豆腐能赢 他把他郭铺里面的三幅兽都搬出来了 然后给王凯 让王凯就跟师从豆腐 结果还是豆书了 这告诉我们有什么问题 晋五帝本身他也是一个顽口者 他所从上的节俭只是因为他的一个皇帝的身份 他必须这么做 所以再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是 整个西进开国期间 他所展现出来的 从皇帝到大臣 整个一个同质化 其实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晋五帝的儿子到最后说 天下饥荒啊 民多饿死了 然后说何不吃肉粮 为什么不吃肉粮这样 因为大家没有人始终寄出来了 大家世世代代 一百多年来我们都是当官的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样一批人 和这样一个精神状态和品德的情况 他们所建立的一个西进 是一个什么样的皇朝 从东汉末年的黄金起义一百八十年 然后到二百六十五年 二百八十年统一的 中国经历了三国将近一百年的动乱 走向了统一以后 我们想象的这样一个新生的朝战 应该是一个蓬勃向上 蓬勃发展的朝战 但为什么到最后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实际上虽然说三十年的席界灭亡了 但实际上稳定一点就二十年的时间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这个国家在成立之初就看不到任何的情况 起码我简单就说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 我们留点时间 然后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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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